大家好,我现在来重庆的五龙区 身后就是仙女山喀斯特地貌的旅游客服中心 准备带大家参观地球遗产世界奇观的天生三角景区 从中间这个入口进去买票 周围还有很多旅游观光的大巴车 酒店宾馆 广场是一个大型的停车场 可以停几百辆车 对面还有山景房 这座大楼的造型像是金字塔 进来了 坐电梯到一层买票 这是售票大厅 购票须知 天生三桥景区 门票是七十块钱 但是这段路必须要买四十的观光车 一百一 再加上一个电梯 十五 一共是一百二十五 票买完了 刷身份证乘车 上车了 第一班车满了 乘坐的是这班车 争取 找一个前排的位置 这还有麦克风 那我就坐在这里吧 从旅游客服区到天生三桥景区 要坐十分钟的观光车 天生三桥的第一到十分 天生三桥石碑 前面就是大巴车的换成点 为什么叫天生三桥 因为这景区里面有三座 自然形成规模宏大 气势磅礴的天生四桥 是三座 所以叫天生三桥 镇定世界 到站准备下车 下车了 还有玻璃跳台 沿着站道 去景区大门口 检票了 终于到达了天生三桥景区大门口了 这还有变形金刚 看十倍 五位级旅游景区 旁边有导览图 五龙 嘎斯特旅游景区的全景导览图 从入口这里进去 乘坐观光电梯 首先到达三桥的天龙桥 然后依次还有青龙桥 黑龙桥 天坑 带大家参观 检票口 刷这 很方便 观光电梯乘坐处 我前面还有几百位游客 需要排队半小时 电梯挺火的 终于上电梯了 这个电梯是单程的 上电梯了 下面可就是大峡谷 这个电梯高度80米 需要运行50秒钟才能到谷底 看一下对面 这就是 喀斯特地帽啊 哇 这是一个大天坑啊 看下面 我现在出来了 在石洞里啊 特别凉快 这边还有山泉瀑布 大家看一下 距离地面100米的高度下来的 下面就是大天坑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快来看一下 哇 这就是五龙的天坑景区啊 太壮观了 这里风景秀丽 及山水铺侠 构成一幅完美的山水画画 同时历史悠久 唐朝时期啊 这里就有很多的驿站了 还有张艺谋的电影 满城近代黄金甲 就是在这里取景的 旅游路线 从旁边的天梯下去 从洞里穿过去 这也是中国第六个自然遗产 和重庆第一世界自然遗产 在我乘坐的超级电梯下面 还有这种轿子 终于从百米高的大电梯下来了 我身后 就是洞穴的深处了 今天来了好多的游客 看对面还有洞 不知道洞里 有没有其他动物 或者是生物之类的 这边的地形地貌 很像张家界啊 大家看一下 前面就是峡谷的深处 看到了一座房子 大家看没看到 对面就是圣像迎斌 像一头大象 镶嵌在石壁下 周围还有石门 旁边有落石 看一下四周 四周的崖壁上都有洞 不知道有没有野猴出没 哇 这个地方太好玩了 我还是第一次来到这么深的洞啊 下面就看到了黄金甲的房子 正好看一下旅游的观光路线 从崖壁到谷底啊 要走五公里的路 我现在站的位置是天龙桥 下面一次有青龙桥 还有黑龙桥 三座规模庞大 气势磅礴的石拱桥 震惊于事啊 三桥平均的海拔都在200米以上 满城近代黄金甲的取景地啊 这很像是北京的四合院 看一下 里面是可以进去的 好像还卖水 我现在就走下去看看 天生三桥的景区 不仅森林木秀 风清翠岭 悬崖万丈 碧莉坚韧 绿草成烟 而且啊 这里 修竹摇曳 飞泉流铺 一派 雄旗 苍尽神秘 静优的 原始森林的自然风貌 这里 也以 山水 铺匣 桥 共同组建成了一个 完美的 自然风景 山水画卷 当然在景区的附近啊 还有不少 土家族的居民 他们大多生活在山里 喜欢这种吊脚楼 这个台阶 是九曲十八弯的 观景平台 观看四合院的最佳位置 终于找到了第一座桥 天龙桥 大家看一下桥身上镶嵌着龙文啊 桥高200米 跨度有300米左右 位居三座桥的第一位 上面是顶天立地洞 桥中有洞 洞中升桥 里面又像迷宫一样 特别的壮观啊 试所 罕见 从第一座天坑 徒步走下来了 我身后紧挨着的 又是一个天坑 所有的游客 都在这边拍照 这是一个最佳观景点 那边的景点比较少 所以 站在中间 带大家参观一下 就去四合院了 天赋观意 唯一取景地 满城近代黄金甲 终于来到黄金甲拍摄地 这是四合院 从这进去 上面有牌子 这是一个客栈啊 进来之后 墙壁上 还有黄金甲的电影 还有起伏牌子 黄金甲展示大厅 这边还有茶园 一共是两个出口 上面就是天坑了 进去看一看 这是龙鱼宝座 正大光明 原来这边 还可以穿这种 黄马褂拍照 特别好玩 这就是黄金甲的衣服 金黄色的 第一次来到峡谷大裂缝中的四合院啊 被这儿的景象震撼到了 天梯天街 天坑天窦 今天的天气特别好 蓝天白云的 继续往洞口的深处走 到达了天龙天坑 这里还有霸王龙 是变形金刚寺的取景地 龙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哇 太震撼了 机械装甲龙 看它的牙齿啊 特别锋利 还有爪子 我从这边转一圈 大家看一下四周都是大天空 从最深的洞口 从龙嘴这个位置啊 可以看到电梯 大家看一下啊 我镜头拉近 我就是乘坐电梯 下来的 已经徒步了 三公里了 哇 太震撼了 我觉得这是我来过的 自以为震撼的 一个旅游景区了 我现在来到了 熔岩大瀑布 这边的水流特别湍急 站在这瀑布底下呀 特别凉爽 瀑布的高度有 五十多米 是从洞口留下来的 四周都是 芭蕉叶 卡斯特的典型地貌 瀑布出口 出去之后啊 就看到了 第二座石桥 是青龙桥 这就是青龙桥的 最佳拍照点 下面有湖 青龙桥的石碑 这座桥的高度啊 在350米 宽度150米 是落差最大的 一座桥了 也是最为震撼的 一座桥 霞光万道 忽明忽暗 似一条 真龙 直上青天 所以啊 把这里称之为 青龙桥 看一下周围的地貌 哇 有山有水 太震撼了 哇 这边还有滴水 是从洞的上面滴下来的 大家看一下 水珠拍打到脸上 特别凉爽 沿着全边走 水中还有一块龙纹雕刻的石头 就在拱桥的旁边 看一下牌子简介 原来这就是 鲤鱼 月龙门 现在回头 看一下 在这个方向 形成的峡谷裂缝 就如同 鲤鱼一样 正在 月龙门 特别的震撼 从石拱桥这边过来了 这才是观看 鲤鱼的 最佳 观景点 大家看一下 非常的震撼啊 旁边就是 一条 沿着西流的战道 我现在就沿着 战道走 哦 这边还有轿子 神鹰天坑 天坑 上面就像鹰头一样 这还形成了一片湖 有棧桥 下面还形成了一个瀑布 似乎就像来到了九寨沟 在峡谷天坑底下 还有一个大唐优异啊 这也是一处拍照打卡地 是一个驿站 这边的石头特别突出 突起的两块石头 如同夫妻依偎在一起 所以这块石头又称之为 夫妻石 我现在来到了天生三桥的第三桥 这儿还有一棵 星潭树 这座桥 由于光线 最暗 似乎 有一条黑龙藏于其中 因此叫了黑龙桥 这周围啊 都是山泉瀑布 有三叠犬 一线犬 珍珠犬 还有雾犬 四口犬眼 最为震惊 上面不断的滴下来水珠啊 哇 太震汗了 中间还形成了一个深坑 看一下犬眼的位置 就在东顶 哇 这一口泉眼 从山顶流下来的 太震撼了 形成了最为壮观的山泉瀑布 我现在继续沿着山泉 往峡谷深处走 这就是黑龙墙的标志 桥高 220多米 好多游客选择在这里休息啊 因为已经走了4公里了 这里的光线 确实比较暗 从黑龙桥的天坑洞口出来了 到这里 重庆五龙区最为著名的 五龙天坑 天生三桥的所有景点 就都带大家转完了 门票花了125 大家觉得怎么样 诶 这很像是大猩猩的头啊 两个眼睛 中间是咧着的嘴 怪不得变形金刚 要选在这里拍啊 真的是太震撼了 大家觉得怎么样 欢迎在评论区点赞留言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吧 结束了